大家好,我是Susan 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我怎么给这些有机制的兰花丝毁 我丝毁的次数很少 这可能是我第三次丝毁 我是用这一个品种 专门给兰花的毁料 这个呢,它说是 四分在室内的 是四分之一勺一加冷的水 等于一汤勺是四加冷的水 可是我用八加冷的水 泡好了,给它放在这里面浸泡 这个这里面的水是有肥料的 然后呢,你放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表面上没有水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 或者用手把表面也嚼湿一下 就这样子给它浸泡 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 其实没关系 然后等会要给它拿起来 拿起来的时候呢,放在旁边 因为我就要还回室内的 所以呢,我这个必须要等干的时候 就是没有滴水的时候才拿进去 拿起来的时候呢 我会像,比如这个像 拿在外面,我会把这个水龙头的水 把这个稍微清理一下 就是,我不想那些肥料留在表面上 还有,顺便跟大家讨论一下 你看 我在加州啊,这边啊 如果当他们用木 这种树皮,种植 你看,它这个甲铃精很... 可能是水混不够吧 甲铃精很瘦很瘦 这个呢,是有 加那个水苔 有一点点水苔在里面的 所以它的甲铃精比较好 这个呢,是有点 那种... 有土吧 有一点点土在里面 所以它甲铃精也很好 这个也是 这个当然是树皮 甲铃精也很瘦 可是呢,它因为有长了... 花了一个新芽 所以我感觉它可能... 状况还ok吧 还有这一颗 这一颗 军菜食物呢,我买回来的呢 只有两个梗 这一个跟这个 现在你看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新的花 这个新的... 这个是新长出来的,这么高 这个是有点... 树皮 里面也有点... 土,一点点土 所以呢,我感觉是 如果在加州这个地方 你如果当然用树皮 种植,可能是... 保持的水分不够吧 反正我感觉说 当然用树皮的话 它长得没有那种... 混合的来得好 这个是我一个小小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